欢迎您再次观看900新闻 今天是四川当地时间8月13日12日下午 四川被线关隧道一辆油贯车突然起火 现场民众提供了资讯显示 一辆贯装机动车在信息中尾部出现明显的火光 以后机动车提到 既要赶快提醒随后不久起火 机动车停下 由于处以安全考量 大量现场民众汽车淘宝 针对此时四川应急官方微博发布信息提到 8月12日下午 自传雅康高速雅安往康定方向 飞先关隧道一辆贯车突然起火 据现场清理者介绍 事情发生在下午四十许 自发后 隧道内的车主纷纷弃车 避嫌救援车辆到达后 被堵住记录 热心驾驶员和乘客 现状合理台挡路车辆 被救援车辆上出一条通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